汐止區的海龍王魷魚庚定期舉辦義賣活動 並且會把當日所得全部捐出給汐止紀德公 作為重建的基金 之前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暫停舉辦 今天再度進行了第三次的義賣活動 並且由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來擔任一日店長 因為我上次來汐止這邊市場拜票 我們潘老闆很熱心 還贊助了看板 也特別在周亞林議員的安排下 我們再次來義賣 要給這個紀德公重建的捐獻 機緣啦 因為我們兩年前就做個兩次的 都是禮拜天 剛好民事長那天過來拜票也進來過 我就把資料拿給他看 看來說我們即將要再做第三次的義賣 他就很熱誠說 那義賣的時候我們也可以不可以來 我說當然可以啊 你來做店長好了 因為更多人 結果一直才排到今天這個時間 所以他就過來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機緣 因緣俱足啦 由於一次拜票的機緣 此次林佳龍 特地來擔任一日魷魚羹店長 不只親自下廚煮麵給客人吃 也在門口覽客 邀請大家一起來吃魷魚羹 林佳龍表示自己平常比較常煮麵 水熱了把麵放進去 還可以把冰箱中的食材趁新鮮食用 避免浪費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平價 可以說是銅板美食啊 大家都非常的喜愛 那也是觀光客 還有在地人都喜歡的這個小吃 所以我就特別齁 林佳龍就來拜訪海龍王 來親自的體驗 那目標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 特別感謝我們林佳龍市長 一大早就來到我們海龍王這邊 確實剛剛雅琳昨天FB有PO 今天我們林佳龍市長要來當一日店長 網路上面就很多人 跟我們的海龍王老闆預訂了 那剛剛也有40碗的這樣子的一個買主 真的很開心 因為平常我們就來吃 那今天又有這個活動 我覺得還不錯 越多這種義賣越好 店家規劃一年辦四次的義賣活動 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停辦了快兩年 之後每三四個月都還會舉辦一次 並且捐出一日所得 直到紀德宮重建完成 這次林佳龍來擔任一日店長 也一起為馬祖娘娘蓋新家盡一分力 記者李佳玟細紙 採訪報導